在现场做完初步检验 肖天明让我立即去医院了解老太太病情 如果苏醒过来 争取一切可能 抓紧时间提取证词 车子还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肖天明气急败坏地说 快回来 又死了一个 第五名受害者 名叫崔秀香 现年31岁 在我是物价局工作 让大家感到痛心的是 他的丈夫 是城郊分局刑警队 追逃中队的一名民警 和我们很熟悉 经询问崔秀香的女儿和报案人 案发时 他应该刚从友人家中返回 然后在一楼遭遇了凶手 崔秀香的死状依旧惨不忍睹 头部被铁锤类众物打击了数次 案发楼道零零碎碎的 洒满了手包内的各种杂物 分局那名同事 当时正在牡丹江追逃 单位领导文讯立即赶来 看着尸体 无助叹气跺脚 发愁该如何将噩耗告诉身在外地的战友 眼见命案 发生在自己人的家属身上 大家的心情都极为低落 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 两起案件相隔不到一个小时 案发地点距离不到两公里 凶手在短期近距离内的连续作案 明显是算转了警方的行动计划 有意打了一个时间差 将尸体运回队里 所有民警一律继续遁守 同时 全市各主要道口 实行严密不控 遇到可疑人员 全部予以留置盘查 至于那名被击沉重伤的老太太 始终没有苏醒 暂时无法得到更多细节线索 虽然我们心里都清楚 一夜之间 连续办案两次 第三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破案在很大程度上 讲究的就是一个撒大网式的疲劳战术 五个县城小区 又都是老旧的开放式小区 没有监控设备 在这种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人海战术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同时 结合五起案件呈现出来的共同特征 我们对凶手的轮廓 有了大概印象 难 年龄不详 红武有力 具有反社会人格 心思极为缜密 手法娴熟凶残 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应该有前科劣迹 尤其是通过他对不同受害者的残害手段分析 此人对三十岁左右的女性 有强烈的仇视心理 不排除有过感情重创净利 不久 一些调查结果 陆续汇总上来 全市共排查出有楼道抢劫抢夺 强奸妇女等前科人员多名 但经细致筛选 全部予以排除 无其命案 发案时间毫无规律可言 我们暂时还无法揣摩凶手 下一期时间会选择在何时 目前只能继续加大对前科人员的排查 同时以传统手段 进行登坑布控 必要时让女民警化妆上阵